這個消息好像未證實 只是傳出來的消息 是一個用假名在推特 或者現在叫做X的社交媒體裡面傳出來的 當然了 都是有些空月不來風 所以也很可能是真的 但是這方面大家的評論都是有真 有些人認為是真 有些人認為是不太可靠 其中一個說不可能是真的是什麼呢 他就說蔡奇是習近平的親信 非常非常好的親信 是習是重用他的 而這個叫什麼 馬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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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新疆來的 他是新疆的黨委書記 應該是吧 就是離北京很遠的 還有大家所有的那些中國問題專家 都認為這個馬興奕跟習的關係不可以跟蔡奇比 所以很多人就不太相信這個消息 但是我反而會覺得有可能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習近平現在他非常非常不信任他周邊的人 但是大家想想想一下 阿秦剛是他親自提拔的 還是他們家人的朋友來的 阿秦剛的老婆和阿習的老婆是好朋友來的 李尚福 國防部長 也是阿習親身提拔的 他覺得非常可靠的親信 全部都出了事 李玉超也是 那個火箭軍的頭 阿習肯定很害怕的 另外他知道歷史上 好像他那個蘇聯同志史大林 都是把他身邊很多人都清洗了 那麼他得了一個這樣的結論是什麼呢 最危險的人就是最親近我的那些人 這些是一種獨裁者 一種叫做什麼 孤軍奮戰的時候的那種心態來的 他們本身就是疑心很重的 他們因為疑心很重 信德國人 就去用他的親信 所有那些什麼李強 李強以前是他的親子來的 現在不是另一回事 李強以前是上海的黨委書記 秦剛 李尚福那些 他就用那些 他那些所謂福建幫 捷公幫那些人 他就覺得安心 誰不知搞了他幾年 清洗了很多不是他親信的人 然後用了他很多親信 結果這幫親信 在習的眼中又是做了叛徒 因為我覺得這次的大清洗 秦剛也好 甚至李克強 被心臟病也好 李尚福失蹤等等 很可能是跟一個政變有關 很可能是阿習 好像美國雜誌 是俄羅斯那些特工 通水給他聽 將他們全部清洗 所以你清洗完之後 阿習就想 嘩 我不可以只是把那些人清洗 我還要換人的 那換誰呢 以前就把那些非親信換世 現在我的親信 現在我的親信 每個都是叛徒 怎麼搞啊 所以呢 在這種心態之下 就非常有可能 一個是遠遠離開北京遠遠的 新疆黨委書記 馬興蕊 他是什麼 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想著 因為阿習和其他的共產黨那些頭 他最怕人家搞小圈子 拉幫結派 他想著這個馬興蕊 遠離北京京城 他不會那麼容易拉幫結派 所以他肯定這個馬興蕊 肯定既不屬於浙江幫 也不屬於福建幫的 什麼幫都不是的 如果要說就是新疆幫 但是孤孤獨獨的新疆幫 那麼阿習就反而安心了 因為這個人 馬興蕊他來到北京 沒有老友 沒有那些同盟 那些盟友沒有那些人 所以他就反而安心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那種這樣的行動 和他的心態 是跟史大林 那個時候 史大林他到達的權力高峰的時候 那種做法、那種心態是非常相似的 先是不信那些非親信的人 信了親信 結果親信裡面又有人背叛他 所以就不信親信 就要找第三種人 最後他會找什麼人 其實他不會找強者 因為他們發覺 強者是對他們很危險的 親信也沒有用 所以他最後就找一些 既不是親信也不是強者 他變成了最重要的不是這個人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這個人最少可能搞政變 這樣就麻煩了 這樣說明共產黨正在走向滅亡 我跟大家說 我不是一個政治家 但是我在一些大企業做了很多年 我已經做了四十多年了 在大企業裡面 企業界有點相似一個政黨 因為企業界裡面都沒有什麼民主的 很多時候一個企業 他之所以走向滅亡 就是因為他上台有權的人 沒有能力 當他能力不足的時候 他的自信心就很有限 他就將精力和時間 不是花去怎樣把一個企業管理好 而是將精力和時間花在那裡 我怎樣可以保住我手上的權力 保住我這個地位 一個政府跟那個企業有點相似 尤其是好像共產黨那些政權 他不是民主來的 他是完全好像企業 老闆說了一件事 所以他會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 現在習近平是朝中無人 你想想 他開始的時候可能都想提拔那些 又是親信又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現在他都怕到傻了 他提拔一個新人的時候 這個人是不是有適當的經驗 適當的能力 適當的聰明才智 他不管這些東西 他首先要管的是 他會不會搞政變 他會不會暗殺我 他會不會造反 這個因素變成提高了 能力反而是次要的 首要就是他搞政變的可能性有多高 越低越好用 他越安心 那你就麻煩了 你那個政權裡面的人 就越來越多無能的人 充職了很多無能的人 現在就是這樣一個企業 如果他的領導層是越來越多 這些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保住權力的人 這些是屬於無能的 這是奴才來的 當一個企業界的領導層 有很多奴才的時候 這個企業就走向滅亡 它會破產 共產黨是一模一樣的 它現在是越來越多 在上高層那裡充職那些無能的奴才 所以不管是經濟也好 金融也好 外交也好 沒有一個是搞得怎樣的 你想想 秦江很可能被他被刺死了 朝中無人 找不到人 最後拉回王毅 翻炒牛肉 你這樣 這樣搞法你怎麼可以的 我們香港人都說翻炒牛肉沒有味道 就是說它是朝中無人 朝中無人這個情況是一個政權 要毀滅之前的一種象徵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看它宣傳 或者香港那些什麼大公報 文匯報 一路一路一路吹 或者《大人民日報》那些 吹後來的 全部吹後來的 它越是臨近越望 它越來越吹 連希特拉的那個宣傳部長 聽說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做宣傳的時候 你那些謊言 你那些謊言 要說得越大越好 他說因為你講大話的時候 有些人會不信你 他只是信你十分之一 所以你要將那個大話說得很大 那麼他信十分之一 那你也成功了 現在共產黨在搞這一套 講大話要講到巨大的大話 希望你以為它誇張一點 可能是百分之一是真的 那麼他都很滿足的 因為它其實是零 它完全是假的 等於他現在講的那個GDP 我上次看的 他說今年的GDP是5.5% 百分之5.5% 完全是吹牛的 其實應該是負 可能真正的GDP是負百分之二 但是他可以講到5.5% 你說是不是講大話 講得離譜 它就是這樣 它希望什麼 它希望你們覺得 可能他們誇張一點 5.5%沒有那麼多 可能是3% 那它就很穩定 你們相信是3%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共產黨要在這裡掙扎生存的詭計 是啊 如果它沒有講大話 它已經是沒有辦法生存的了 可能就已經倒台了 對 所以我很贊同這個九評共產黨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共產黨是靠謊言來統治 而謊言呢 就是不行不通的時候 沒有人信的時候 他就來暴力了 同時呢 在進行用暴力折壓的時候呢 它又會製造新的謊言來成為暴力的潤滑劑 所以這個是非常準確的描寫 就是共產黨 當初2019年的時候 對香港也是一樣的 就是握不了的時候就用暴力了 暴力對香港 打一些香港人 打死一些香港人 抓一些香港人 就是完全是用暴力 已經是握不了 已經瞞不了的時候 它用暴力的時候呢 又用謊言去做暴力的潤滑劑 比如說 香港的年輕人是暴徒 他們打傷多少警察 什麼什麼 這些謊言 來做潤滑劑 意思是用一個藉口 來說明它用暴力是有道理的 所以《九評共產黨》裡面說 用謊言作為暴力的潤滑劑 這個是對的 它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它是由一開始 一開始1949年它統治中國之後 就是用謊言來統治中國 謊言不得的時候就用暴力 好像六四的人 很多年輕的人不再相信這些謊言 它就會撐黑機關槍進來了 就是這樣的 嗯 這個馬興蕊 他現在 前年都已經有這麼多的潛人 已經是死過死 踢走的踢走 輪到他 輪到這個馬興蕊 會不會也是差不多的結局呢 會不會很擔心呢 因為他在這個習近平的身邊 是不是 就是胖虎而胖什麼 胖軍而胖虎 我想他會擔心的 不過呢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知道 很多共產黨那些高層的人 他們一方面是擔心自己也都成為 這個習近平統治下的犧牲品受害者 但是 同時這些人呢 是有強烈的名利之心 他經常考慮的 最多考慮的就是如何升官發財 我敢肯定 馬興蕊 他當新疆的黨委書記的時候 他天天考慮的 不是 怎樣為新疆人民造福 怎樣去解決新疆維吾爾人被迫害的問題 還是怎樣去還他們的人的尊嚴 人權等等 絕對不會 他一秒鐘都不會花在上面 他唯一花的是什麼 我怎樣可以坐穩做新疆的頭 還有我怎樣可以做到 習近平在北京都覺得我們新疆管得很好 真的管得好 還是不是這樣不重要 重要的是習近平覺得我做得好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體制來的 所以 個個在大老闆面前演戲 說我怎樣聰明 我怎樣聰明 這就是這樣 這個馬興蕊其實他肯定 一方面又想升官發財 肯定的 他肯定 如果習近平問他 你們代替蔡奇棟 當然啦 由新疆的黨委書記變成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室主任 大哥 你們要知道 中共的中央辦公室主任這個位置是非常大權力的 他比什麼什麼部長要權力大很多的 非常厲害 共產黨是這樣的了 他那些中央辦公室主任是不得了的 這些部長都怕了他 可以說是連升幾級 因為你作為新疆的黨委書記 給你回去北京做一個部長 外交部長也好 國防部長也好 已經是升了大級的了 如果給你做中央辦公室主任 大家知道什麼中央辦公室主任 他什麼都知道 他有權力很厲害 他管了你共產黨所有各個部門 他都有權管 所以叫做中央辦公室 還有他得到很多情報的 還有他的權力 只有一個人可以管他 就是習近平 其他人他都不怕的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可以說 從實權的考慮來說是第二把手 理論上 李強 國務院總理 表面上排名是第二 他好像發佈什麼正式的事情 他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 李強 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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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他們一三 但實際上是第二 李強是怕他三分 不止三分 蔡奇肯定是完全不怕李強的 所以對於這個馬興蕊來說 是連升兩級 三級的 所以他為了升官發財 為了滿足他的升官發財的執著 他一定很高興要去北京做這份工作 但是同時呢 他心裏面都會有些害怕 有些害怕 是不是 又有一個黑鍋給他 黑鍋給他背 當然了 你想一下吧 李強很明顯 李強不是自然死亡的了 這個已經擺明了 秦光也是這樣被他刺死 現在美國那個雜誌揭露了 秦光死了 已經差不多三個禮拜了 中共共產黨一聲不出 如果他還生的 還未死的 我想他一定會搞一些手腳 給別人看 等他在電視前面出現 變成他可以打擊那些所謂反共媒體 沒有做的 到現在都沒有做的 另外呢 有內幕人士 高層的內幕人士都透露 這個是真的 是死的 所以哪個馬兄肯定擔心的 肯定的 但是呢 為了升官發財 他不會說不做的 他可能會想著這樣 我去北京做大官 但是我一定要小心 我一定要注意 怎樣可以做到 習慧疑我是不夠忠誠 他會這樣想的 他認為他自己很聰明的 他會吸取教訓 學其他的那些人 但是沒有用的 因為亞澤他的看法會變的 你想想 以前幾年他認為 那些對他不忠誠 是因為不是他們的親信 用了他的親信 結果一樣不忠誠 他又會改變他的看法 所以這個馬兄肯定 我想他也是禍多於是 所以中共的高官 全部都是為了升官發財的 根本就不是說為群眾 服務 為百姓 著想 可能他好像吳山間先講的 一秒鐘都沒有想過 那些百姓 百姓的利益 什麼 所以他們講的那些宣傳的話 我們要聽了之後 將它轉了880度 他說我們大家要 我們共產黨黨員要為大家服務 為人民服務 我們就明白他的意思 我們要做到 人人為我們共產黨服務 他是這樣的意思 是 大家看他們 一定要反過來看 這樣就對了 是啊 沒錯 反過來看 是 那我們講第二個新聞 中國經濟出現危機 網傳習近平開始逼 這個紅二代家族 交出財產的 交錢交財產 暫逼他們 幫他 幫這個習近平渡過難關的 但是紅二代的利益被動 會不會反抗呢 吳山 首先呢 是不是共產黨會輸 拿那些紅二代的錢呢 我的回答是百分之百 肯定是這樣 其實共產黨之所以2019年 趁所謂動亂 趁機會呢 將香港完全掌握的手裏面 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是他們內部的鬥爭 江派打啊打 打習派那一類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他們朝中沒有錢 不單是朝中沒有人 沒有人的人才的人 朝中沒有人呢 你就要開始想哪裏有錢 香港大把錢 尤其是2019年的時候 香港小小的香港是非常多錢 所以他就要考慮 你想想我們香港呢 十幾年前 香港政府錢多得還要人人派錢 人人派錢 世界金融中心 沒錯 吳太太今天說 大把錢 很多錢 香港很多錢 他可以將香港完全奪權 完全不讓你一國兩制 完全不讓你港人治港 要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 就是共產黨治港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就可以 吳先生 有些像以前打地址 那個地址有很多錢 他為了搶地址的錢 他就批鬥地址 然後就搶地址的錢 就好像這個香港也是 打壓香港 他有其中的一個目的 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搶錢 所以以前這個中華民國的時代 將共產黨叫做共匪 一點都不誇張的 為什麼叫做共匪 他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匪徒 土匪 土匪 什麼是土匪的典型的做法 搶錢偷錢 無法無天 這些就是土匪的特點 哪裏有錢他們去哪裏搶 那共產黨是共匪 他現在手上沒有那麼多錢 這十幾年來 搞一帶一路到處去演藝 簽支票到處去殺錢 普通話殺錢 還有一帶一路之後 又搞很多 什麼紅安新區 那些全部都是 花錢花無數的 還有軍備 還很驕臥 我們現在每年生產的戰船 是等於美國的一倍 他們生產一年 三十條船 我們六十條 大佬這些要花錢 還有很多錢 所以花錢花錢 習呢 習呢 最厲害的是什麼 最厲害的是 起動新的偉大項目 軍備也好 火箭也好 什麼都好 他是最厲害的人 講得很厲害的 我們中華民族復興 打中國夢 夢就是一樣 夢就是永遠是夢 不是真實的 所以他沒有一個 那些重大項目是成功的 你看看 紅安新區現在是怎樣 花了很多億的 又是一摸 一摸 一帶一摸 他宣傳說 我們和一百個國家 簽了一帶一路 但是他不告訴中國人 說很多人是很生氣中國 說他們利用一帶一路 來控制他們 利用一帶一路 來滲透他們 還有很多是 沒有錢還錢給中共 沒有錢還錢 中共就利用這個 所謂太淺陷阱 然後說 OK 你沒有錢還 那我將你的港口 收為我們所有 那就可以搞定了 又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軍事基地 但是 從經濟上 金融上來說 你借錢給別人 別人不還錢 那對你來說是好不好 他現在 中國大陸的國庫裡面 很多是壞將 那些所謂的發展中國家 借了很多錢 他有一部分 當然入了他們的口袋 所以 所以 經濟是非常非常嚴峻 中國經濟最肯定 你剛才問過 就是那個 向紅二代 可以主義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紅二代 每個都是發達 大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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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次提過 其中一個紅二代 最近有比較特別紅的紅二代 就是劉少奇的兒子 在劉原 他最近 搞了一個什麼音樂會 把紅二代的人 集中一齊來講 可能是在那裡商量 怎樣對付阿習 他們之所以對付阿習 肯定不是為了老百姓除害 絕對不會 是因為阿習 把他們的袋裏的錢都拿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 那我呢 我呢 我上一次提到一下 劉原怎樣發財 劉原 因為他是屬於紅二代 當鄧小平講改革開放的時候 很多中國人 當時都不敢相信的 80年代的時候 他們說 鄧小平不是要改革開放 什麼什麼 要搞活經濟 很多人都怕怕的 哇 這些是資本主義的 會不會 有一天又要 又要走資派 但是那些紅二代 他們是內亡人士 他們很早就知道 這一次是真的 真的想搞好經濟 因為鄧小平認為 你要那個國家強大 能夠和美國一比高下 你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經濟 所以當時他真的在經濟上要搞改革開放 但是政治上一分都不搞改革開放 大家要注意 他政治上完全沒有變到 中共由他開始搞經濟上的改革 80年代初期到現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改革 沒有任何開放 大家要注意這裏 我講回留言那裏 我認識一個人 他是專門幫阿劉元做生意 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說有一次 他就 阿劉元就問他 喂 你可不可以跟我搞你 五個生產鋼鐵的高爐 很多錢 那些高爐 非常多錢 他說要進口是德國做的 鋼鐵高爐 這個幫他的人 他是一個教授 這個教授很聰明 很聰明 他搞什麼 他是什麼教授 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教授和院長 在某個地方 我不說哪個地方 在中國有很多這些所謂馬克思研究院 他當時就知道所有的學生都是官來的 那些黨官 那些中層黨官 他們知道你去參加馬克思研究院讀了之後 你升官的可能性就提高了 因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時候都說 我們經濟上要改革了 我們絕對不能夠忘記馬克思主義 要繼續學習 所以他很聰明 他就把所有的學生 他們個個都是大人 不是真的學生 即是當警官 那些中層官 很多的在中國大陸 成千上萬人 他們全部記住他們的名字都登記了 他們在那裡上課 可能是兩年而已 學馬克思理念主義 馬克思主義 學完之後他就有個文章 他為什麼要收集到他自己告訴我 他收集好之後 還放在電腦裡面 因為他知道我的學生 他們學完之後 肯定是屬於那些最有機會升官發財的人 我以後要發財的時候 我們去找他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他們的教授 我也是他們的校長 他們的升官會對我很感恩 他猜得對 他真的這樣 所以有一天 總之下劉元就認識了他 知道他 你知道那些窮二代 他們自己不會出來做事 他不想拋頭露面 他也是找一個白手套 我就找這個教授 他說 喂 你有沒有認識人 可以幫我做幾個鋼鐵連鋼的高爐 那些高爐 可能 我想一下 每個都要可能成兩千萬美金一個 很貴的 大概 我不知道 總之都是二百萬千萬 那他就怎麼樣 他就馬上在學生的數據背面看 明山 有誰 啊 這個 去了馬鞍山鋼鐵廠做 現在是那裡的黨委書記 哎 搞定 立即打 喂 我是什麼教授 你現在是不是在做馬鞍山 是啊 我是黨委書記 喂 你有沒有高爐 在德國做的 他說 咦 我有四個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時候買來的 沒有用過 在德國進口 就是在那裡 放在那裡 放在倉庫裡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用 你知道大學是這樣 你國營企業 亂七八租 那他說 喂 你可不可以賣給我 他說 當然可以啦 老師 用很便宜的價錢 給他 因為這個學生 對他來說 那幾個高爐 他根本沒有用 所以他成本是零的 所以如果教授跟他說 我每一個給你 一共是四個 每一個給你 譬如說四百萬 哇 他高興都不得了 而這個留言 拿到這四個高爐之後 他賣出去 就不是四百萬 是四千萬 四千萬美金 他說這個項目 他記得 這個項目 他一夜之間 就發出財 因為留言 當然拿大部份 可能 尼潤的四十分之一 是給那個教授 但是十分之一 給他們說的 是非常非常好 你知道大陸當教授 都不會有很多錢 他就這樣發不得了 他之所以在德國 看到我 因為他要參加 在德國馬克思出生地 有一個慶祝會 慶祝馬克思誕生二百週年 是共產黨那個大使來 搞的那些事情 我看到他 我說 你為什麼要慶祝馬克思 他說 當然啦 沒有馬克思 我今天就不會是百萬富翁 他是講真話 他已經是七十歲的人 因為我 他就迷了路 其實我就幫他 找到他去 他連自己住的旅館的名字 又不記得了 路又不記得了 什麼都不記得了 但他那個學生 知道路的 但是那個學生 就因為有事 提早回家 所以他突然間 想回旅館 就找不到路 那裡有很少中國人 看到我 問的時候 我就花了一個多小時 就幫他找到他 所以他就對我特別感恩 要請他吃晚飯 一定要把他人生的東西說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很有意思的 這個例子就是說 好像劉元那些紅二代 全部是發大財 你想想 他只是那個項目 那個連降高爐這個項目 已經發了 已經賺了肯定 一千萬美金 但是一個項目 他可能做了幾十個項目的 是吧 那你想想是不是 身家 億萬 所以 習肯定知道 因為他自己也是紅二代 他知道 所以他現在 聽說 有消息說 他已經是正式地 要那些紅二代 發了財 將三分之一的財富 交出來 給國家 你敢不敢說不交 沒有人敢說不交的 但是沒有人想交的 你想想 他是不是得罪了 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紅二代 是 我聽說是有兩個人沒有交的 一個是誰 程剛是誰 還有一個是誰 反正有兩個是兩個沒有交的 那其他的 一個是程剛 不是吧 是不是留言 不知道 不記得 我也不記得 沒所謂 總之 沒所謂 是啊 這個前年是真的 兩個人沒有交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個紅二代 過百的紅二代 幾百個紅二代 兩個沒有交是小事 是吧 百分之九十九都交得出來 是啊 是啊 中國大陸有人統計過 說一共有五十個家族 大概五十個家族 是掌握了所有中國的經濟重要部分 有些是掌管石油工業 有些是掌管信息工業 就是電腦工業 有些是掌管金票工業 總之 所有中國那些 就是超大型的 和非常多錢的工業 後面的大老闆 都是一個紅二代的家族 在裡面 唉 這個土匪黨真的很多人害怕 是 沒錯 現在沒有錢 所以他搶回自己的紅二代的錢 現在都不知道這些紅二代 要怎麼去密集 密密針 怎麼去對待這個黨魁 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還沒有把香港人趕盡殺絕 就是因為香港的錢他們還沒有拿完 還有他希望現在香港人是不再怪他們了 又辛苦的工作為他們賺錢 所以他還留了一條生路給香港 但是有朝一天 他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希望 香港這隻雞 不會再生那些大黃金雞蛋 還有他香港那些財富裏面 不是國富是市富裏面的錢 給他拿光之後 香港就等於一個已經炸了汁出來的橙 這樣就扔了個皮 又變回那個以前那個小儀村 很可能會這樣 但是呢 因為現在這麼多人在香港 現在應該還有700萬人 一向都不能閃光的 但是呢 香港人面臨的是很黑暗的前景 不過我想這些 香港人很多人都知道 你看看最近這個區議會選舉 他們出盡九牛 什麼 九牛二虎之力 九牛二虎之力 要那些香港人每個出去投票 結果就是出了百分之二十七 就是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這個是歷史最低的 那還有很多是 不多不少是強迫的 譬如你是屬於公務員的 你不去投票 可能會連那份工都沒有 就是很可笑 證明有個好處 這件事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明香港人 就是已經和共產黨說不 的香港人是很多 佔了絕敗多數 所有不去投票的人 就是除非他們是因為 進了醫院或者去了哪裡 就是一般來說 所有不去投票的人 其實都是等於間接和共產黨說不 這個好處 這個是好處 是 沒錯 我覺得百分之二十七 我都覺得多 我都覺得多 應該更加少 他逼人家去投票 他逼得很厲害才逼到 還搞什麼心意卡 如果他不搞這個心意卡 更加是沒有人去 因為那些公務員沒有辦法 如果第二天早上他沒有這個心意卡交出來 交給或者放在那個辦公桌那裡 他就會受到迫害 各種各樣的事情 怪事就會出來了 所以就很多是被逼他去投票 這個我知道 最辱麻的是 中共那些什麼發言人 什麼港澳辦那類 他還在那裡大罵英國 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 完全沒有民主 沒有選舉 沒有什麼什麼 現在我們怎麼好發 英國外交部 譴責嚴重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這些共產黨就是這樣的了 是啊 完全反過來講的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這樣會令到香港人 越來越多香港人 就是完全再沒有幻想 對中國 這幫是一幫土匪來的 我覺得呢 香港人已經很多認為共產不好 但是呢 有些人還未明白 他不好到呢 其實他們是土匪來的 是殺人如麻的土匪來的 這個大家要明白 跟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談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阿根廷那個新總統 真的非常勇敢 人家問他 那個記者問他 你是不是準備跟中國談判 談一談 這個一帶一路退出的問題 他說我不談 我為什麼要跟那些殺人兇手 然後坐在一間房裡 坐在一張桌上來談 沒得談過 你是不是很厲害 是啊 他用的名詞是刺客 刺客 殺人兇手 其實他說西班牙文 刺客和這個兇手 殺人兇手 可能是同一個字 所以有些翻譯為刺客 我覺得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跟一個殺人兇手 坐在一起談判 談這個一帶一路 我就是退出了 是啊 是啊 如果他作為一個西方人 他都這麼清楚認清這個中共 那作為中國人 香港人 大陸人 更加應該認清這個中共 不要抱任何的幻想 真的是這樣 是 所以我們跟外國人接觸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告訴他們 中共不等於中國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他們很多都會仿而大悟 我說中國共產黨 是沒有拒絕對中國 因為他們是 什麼叫中國 中國就是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環境江山 最破壞中國文化的就是共產黨 最破壞中國環境的也是共產黨 殺中國人最多的也是共產黨 在他統治下 非戰爭時期 殺死了八千萬中國人 四千萬是因為各種政治運動而死 四千萬在大學中的時候餓死 我說他們怎麼可以代表中國 根本是無權代表中國 他們是中國的敵人 中國人的兇手 是中國文化的摧毀者 所以完全不可以代表中國 剛剛相反他們是最不中國的 我跟西方人說 你想想 這些所謂中國人 他們是變態了的中國人 你看他們擁護的是什麼 他們相信的是什麼 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不是中國的 列寧主義都不是中國的 他們要撈革命 要通過暴力去把世界變得美好 這些也不是中國文化的部分 剛剛相反 中國人一直都是以和為貴的 共產黨是以鬥爭為本 完全是跟傳統中國文化是相反的 中國以前很多地方都是山清水秀 比共產黨搞到窮山惡水的地方是非常多 你說他們是最反華的 真正愛國是什麼 真正愛國那些是看得穿你 共產黨其實是土匪來的 你是害死中國 害死中國人 所以反共人才可能是真正愛國 是 沒錯 好 我們說第三個新聞 剛才說到西方國家 當今最前期的投資者之一 巴菲特 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密切的關注 今年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在前三個季度出售了價值 287億美元的股票 一些經濟學家就認為巴菲特這個做法 就是敲響了美國經濟的景中 是 不想說一下這個 是 這個世界的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說了很多次中國經濟 所以不需要提 問題就是西方經濟都出了問題 尤其是美國是帶頭的 我個人覺得美國經濟之所以出了問題 是因為拜登總統太過闊老 他花很多錢 你看那個疫情的時候 新冠病毒的懲罰 拜登簽了很多支票 幫那些中了焦的病人 或者買什麼疫苗 總之搞很多那些社會福利 那最荒唐的是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最荒唐的是 拜登總統是相信這個 最起碼他的口裡是相信 這個氣候變化的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那些 綠黨那些人或者其他提倡 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力量去 去防止這個氣候變化 他的意思就是說 由於人類工業發達 以及用很多汽車的生物燃料 會放很多二氧化產出來 那麼這個氧化產 就令到地球的溫度提高 所以就改變了整個氣候 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大災難 我不是一個氣候專家 也都不是一個環境專家 但是我最起碼都是看過不少 各方面在這方面的評論和報導 我自己也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是搞科技的 我所知道的是什麼呢 我跟一個諾貝爾獎得獎人 是物理學家 我名字不記得了 對不起 他最近說的 他說這個氣候變化 這件事是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騙局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 二氧化碳多的時候 地球的溫度是會提升的 但是不是因為二氧化碳多了 所以溫度提升 表面上是這樣 其實剛剛相反 是因為地球的溫度高了一點 所以巨大的海水 世界那些大海洋 裡面融化了的二氧化碳 溫度提高的時候 它就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出來 所以地球上的大氣層 就出現了多些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也不是壞事 因為這個地球要綠化 是需要二氧化碳的 因為所有的植物 是吸收二氧化碳 就噴出、放出氧氣 所以我們人才有氧氣 可以生存 所以其實二氧化碳多的時候 地球的溫度會快很多 事實上也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是寵夢以求 因為大家知道以前 地球的沙漠是越來越多 綠化的地方上越來越少 所以二氧化碳多其實是好事 另外呢 二氧化碳多不是因為燒那個什麼 什麼叫什麼 生物的燃料 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 多 就是石油 天然氣 那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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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呢 是屬於這一派的 所謂 氣候變化 是很嚴重的 地球 什麼轉亂 所以他的政策是什麼 他說 他說 要盡量少用石油 天然氣 那些所謂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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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呢 要用那些再生燃料 太陽燃 風燃等等 大家才不知道 我以前是搞電的 我們用的那些電 你插出那些電出來 到今時今日 我們花了幾千萬億美金 去搞太陽燃和風力發電 由風力發電和太陽燃出來的那些電 佔了我們用的電 我想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九十都是主要是 燒石油 燒天然氣 燒碳 燒煤 而產生這些電的 所以你要把那些炭 石油 天然氣 全部要取消 全部用太陽燃 風力發電 你是百日作夢 是 一百日作夢 一百日作夢 但是拜登上台之後 和川普的政策 剛剛相反 因為川普認為太陽燃是好 風力是好 但是你這麼少 你沒有辦法 所以不可以取消 石油 煤炭等等 所以他繼續被人用 所以當時的石油很便宜 由價到低 拜登上台之後 所有政府支持 石油工業 天然氣 煤炭 全部不給了 不給錢了 就大力支持太陽燃 風力聽起來好聽 他為了環保 但問題是你花的錢是不值得的 你花很多很多錢 最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變 所以他花的錢是非常大的 在氣候變化方面 你知道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 你亂花錢 花錢是沒有回報的 那你就讓自己的經濟搞壞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裡 所以美國的經濟 雖然沒有中國大陸的經濟那麼差 但是整個西方的經濟都是有毛病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雪上加霜的原因就是 共產黨搞出來的新冠病毒 漫傳播全世界 它是故意用這個新冠病毒來 整衰你西方的經濟 我說這個不是無根無據的 因為當時2020年 阿習決定要全面封控 就說武漢不讓任何武漢人 將這個病毒傳到外地 所以當時就把所有國內航線 飛機全部取消 但是國外航線沒有取消 在武漢你仍然可以飛到倫敦 飛到紐約 飛法蘭克福 所以這個武漢病毒這麼快就傳遍全世界 為什麼呢 他當時給王力軍 他派王力軍去武漢搞這件事 給他很大的權 常方保劍 他要殺誰都可以的 當時他的指示是什麼 用一切辦法不讓病毒傳到中國其他地方 就算造成武漢全的人口毀滅 你都不能夠將病毒傳出去 傳出去其他中國地方 但是傳去外國沒有人管 沒有人管 甚至我想是故意的 不可能是不故意的 因為你為什麼國外航線 你不取消國外航線 你全部都停了 你解釋吧 沒得解釋的 你認為因為這個病毒 只會影響中國人 不會影響外國人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沒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雪上加霜的原因 全球經濟蕭條 好像是這樣 現在全世界經濟 是面臨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是啊 所以中共和人類造成這個非常大的傷害 不但到處去開放這個航班 去傳播這個病毒 還去搞到一些經濟 現在就很慘了 是 對 我們說 就是 這個巴菲特 他敲響這個警鐘 希望大家就注意的 因為美國現在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中共 一個就是放這個病毒出去 搞到這個經濟 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好了 那我們說第二次 你說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戰爭 烏克蘭戰爭 烏戰爭 還有這個哈爾戰爭 尤其是烏戰爭 美國因為要幫烏克蘭 花很多錢 給他們武器的援助 這個是很巨大的錢 所以它是很巨大的 是的 是的 現在 是的 沒錯 而且這個戰爭 還有很多 後面就是中共支持的 當然了 另外中共繼續 雖然最近阿習在舊金山的時候 說什麼和好 什麼中美關係 有一千個理由要良好 沒有一條理由是不好的 說得好聽 但是實際上 他們在台灣海峽 和南中國海 仍然在不斷 向美國的戰船挑釁 搞得很緊張 也是要美國花錢 你不可以不派很多 大家都知道 派一個第七艦隊 長期住在南中國海 和派很多戰船上上落落 去保證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 這都是花錢的 很花錢的東西 是啊 是 不想說得沒錯 我們講第四個新聞 最近兩個月 中共有多起互聯網的金融大案宣判 這幾位奇蹟的網泰富豪被判無期徒刑 有分析認為中共當局利用互聯網 金融收割這個百姓的韭菜 最後就是卸磨殺路 是不想說說這個 是啊 這個最近 這個叫什麼 周世平被認為是網泰交付 是很厲害的 做得最大 所謂網泰 就是在網上 你可以給它貸款 它又搞了很多騙局 握了很多錢 這個所謂網泰交付 它現在自己是身家千億的 億萬身家的 那麼這個共產黨是怎麼樣 它是很厲害的 真的是土匪來的 它現在做的辦法是什麼 第一 它絕對不會問自己 我作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 我哪裏沒有做好 所以這些壞事不斷出現 為什麼一個網貸 一個網站貸款可以搞得這麼大 可以搞得這麼大 為什麼一直沒有人管它 很可能周世平那些很厲害 怎麼去行賄 怎麼去送大禮給那些黨官 這些它不會管的 其實真正的原因 一切都是上量不足 上量不正下量歪盲 但是共產黨是要永遠保持自己 偉大光榮正確的 所以絕對不會是共產黨錯的 所以一定每一次出了大事之後 它一定要找一個替死鬼 替死鬼就是這些網泰巨頭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什麼 又是剛才說的錢 它沒有錢 所以它是怎麼樣 共產黨就是土匪來的 你好像這個周世平 它拘捕了很多個 兩個無其同 一個是周世平的 我一個不記得 我還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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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兩個大頭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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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譬如說是某某城市的 那些黨官收了錢當然不管了 但是它好玩的是什麼呢 它縱容你去犯罪 給你犯罪 又不出聲 到了爆煲了 因為老百姓很生氣 拿不出錢出來被人騙了 哇糟了 它就怕社會動亂了 那時候它就把你抓了 他說你周世平 你是違法的 法律上規定你不可以這樣騙人 所以你看看 這些叫做賊喊捉賊 因為他們自己收了黑錢 就縱容那些騙子去欺騙老百姓 當老百姓發現被騙 和很生氣 差不多要造反的時候 他就一棍打死你這個商家 說是你騙老百姓 他就是這樣 之前同一個共產黨 同一個黨官 和大家喝酒 談歡 多好 因為當然好 日日有禮收 很多錢 這個好像周世平 他億萬富翁 如果他將他賺的錢 百分之五給黨官 那黨官已經豚滿撥滿了 這個就是大陸的土匪統治的必然後果 必然後果 但這個土匪 和蘇聯共產黨的土匪有些分別 不講道理 在邪惡方面 他們差不多一樣 但有一些 中共的土匪 比蘇聯的土匪 在哪裏呢 騙人 厲害的騙人 明明他想著 我要殺你的 但未殺之前 我還可以和你笑面迎人 還在稱讚你如何好 你是我們黨的忠誠的朋友 什麼什麼 講得很好聽 可能過了兩分鐘之後 你就是被他指死的人 這些人 當然 蘇聯共產黨裡面 都有這種人 但我只是說 共產黨在騙人方面 還更加勞火純青 他們是信奉孫子兵法裡面的 兵不厭詐 蘇聯那些共產黨人 有時太累了 騙人騙得太累了 不想騙 或者不騙得這麼厲害 共產黨是兵不厭詐 絕對不會覺得太討厭 繼續詐騙 詐騙得越多越好 越厲害越好 就是這樣 是啊 不想講得沒錯 看看延長有什麼留言 有個網友就說紅二代可以有什麼作為 不想講一下這個紅二代有什麼作為 當然可以有作為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去寄望於紅二代 因為紅二代大部分人 他不是真的為民請願的 也都不是為了解決中國老百姓的疾苦 他之所以想造反 想去反對這個習近平 因為他們本身的個人利益被損害 他們原本在習近平之前 胡錦濤 江澤民 鄧小平那些時候 是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的 是非常得意的時代 因為那時候鄧小平要搞改革開放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那些一部分人 第一班的一部分人富起來 就不是紅二代 但是阿習要搞共同富裕 即是說你的錢都是我的錢 他的共同富裕的具體表現 就是要求紅二代 將三分之一的財產交給國家 這些紅二代肯定不高興的 所以他是為了這個 為了他個人的利益 他去反對習近平 他不是跟我們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現在 是看清楚你共產黨的邪惡 知道你共產黨就是一塊毒藥來的 是無藥可救的 我怎樣說怎樣做 你都是會毒死人的 所以不要這個毒藥 將毒藥放在一個垃圾桶裡面 衝了去 這樣才有解決的辦法 紅二代不是這樣 紅二代認為 是大部分的 有個別的例外 大部分的紅二代 我們原本搞得很好的 我們老鄧 鄧小平 嘩 改革開放 我們全部全部都富起來 我們高高於利好 江澤民也是這樣悶聲發大財 我們發都不清楚 你那個壞鬼習近平 我香港有投資 你看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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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在 成了廢墟 哇 當然 無名火起三千丈 所以他是為了這個目的去反習的 當然了 我們不會跟他說 你不要去反對阿習 因為他會削弱阿習的勢力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寄望這些人 他們萬一有一天 成功地把習近平弄下台 比如說新的領導是阿劉元 我只是舉個例子 沒有多少 土匪換人 對我們老百姓是不會有好處的 最多是援兵之計 讓你休息一下 新的土匪 新的黑幫幫主 他又有另一套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黑幫幫主 所以這個中共的本質 就是大家不要再抱幻想 他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無論誰上台 只要是中共 他的本質就是一個毒藥 所以他是要放毒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我到了35年前都還有一些幻想 以為共產黨或者可以變成好一點 但是我的教訓就是 連一些這樣的幻想都是錯的 因為你不可以把毒藥 變成一個糧藥來的 或者是一個補藥來的 是沒有的 你一吃你就沒有的 是啊 就算換湯都不會換藥的了 就是 無論誰上台都是沒得救的 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是這個中共不下台 那全世界才會和平嘛 吳先生是嗎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香港 都不可能 為什麼 我問你 我問你 你 你的意思 你 我問你 我問你 我問你